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晚上好 今晚啊 特别的不一样 我们今天来到了 旧张仪医院的后门 那些曾经看过我其他的节目的 应该还记得说我有来过这里 不过今天比较不一样 除了我的搭档 X先生之外 我们也选了三个非常勇敢的观众朋友 跟我们一起上来旧张仪医院 一起大聊灵异故事 好不好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我们三位朋友 在我的旁边的就是婉婷 婉婷你好 还有June 哈喽 还有我们这位很帅气的男生Nigel 哈喽 虽然说我们都戴着口袋都是俊男美女 好 好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我们三位观众 为什么要上来 为什么今天要来这里 不觉得很恐怖吗 来 婉婷你先说吧 因为我想亲身体验一下 你上来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还好 还好 没什么事了 OK 勇敢的一个女生 来June 哈喽大家好 我来的音乐是就是要亲身体验一下 就是小时候的时候有看过 可是越大越大就没有什么控制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声音了吗 没有没有听到 刚才你没有听到 OKOK 好 来Nigel 大家好我叫Nigel 那我为什么会来 因为平时我都有去远足的 所以我白天 Nigel是DJ吗 我不是 不过我有组织过节目 等下我会讲一下关于组织节目的东西 然后我本身白天我都有去hiking 那白天hiking的时候我都有感觉 都会有感觉 所以我想说今天晚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晚上 因为来到传说中最猛的一个地方 然后又是这个时间点 所以就来跟阿浩还有大家来这边感受一下 好 谢谢 Mr.X有什么东西要补充吗 没有 王上好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里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今天还是在谈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众所周知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我们身后的旧张仪医院 也被充当成是军用的医院 那时候有很多伤兵都在这里离世了 而且在我们身后的旧张仪医院 是全世界十大最猛的其中一个地方 他假如没有记错的话他排在第七位 他为什么排在第七位 是因为他有太多的灵异故事了 我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比较多人熟悉的一个灵异故事 就是在所谓的从后门一进去的二楼的某一个房间里面 他这间房间很特别 他有非常厚实的一条铁链删在那个天花板上面 所以之前当医院已经没有再用的时候 很多人白天的时候都会去探灵 可是不管有没有风 有没有风 那二楼房间里面的那个铁链是非常厚实的 都会自己在摇摆 所以人家就感觉 这个地方有一点灵异的氛围在 当然 当然 没事没事 我还以为什么事 当然 除了这之外 也有很多其他的灵异故事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灵异故事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分享的 当时在旧张医院还没有完完全全被封掉的时候 很多大学生都会上来这里玩四胆大会 尤其是他们的orientation 他们的就是新一批的那些学生 他们都会在这里玩四胆大会 然后那个比较那学长还有学姐 就会充当那些四胆大会的那些人 我的朋友那一年是 就是二年级 大学二年级 他就在最高的那一层楼的其中一间房间 就是他们会扮演一些片段 因为他们每一次的那些新的学生是一批一批进来的 大概是四到五个人 所以当一批学生进来那个房间的时候 他们就要扮演那个片段 我的朋友还有他的partner就要扮演那个片段 所以基本上其他的时间他们都是坐在那边发呆 所以当他坐在那边发呆的时候 他就看着天花板 他就说哇这里非常的成就 屋顶都破了 而且屋顶的很像全部的那些屋梁啊 我们叫做fiber全部已经掉落了 而且都感觉上还在飘 感觉上都还在飘 所以他都没有多想 他就觉得哇真的整个地方感觉就是要塌了 然后之后就新的一批学生进来 他就开始表演开始扮演 完了之后他又坐回那个同样的位置 又往上看就是看回那个他刚才看人的方向 可是这一次看他却可以看到星空 他却可以看到月亮还有星星 其实屋顶是破了一个大洞的 所以刚才他看到的所谓的fiber 所谓的那种fiber 其实是一个人头来的 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其实把他的整个头伸进来看着他 所以他就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不舒服 当他发现原来屋顶上有人在看着他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演不下去了 因为他感觉整个地方就变成非常沉重 他的整个气氛整个氛围很不一样 你不会现在觉得我们虽然说我们几个人坐在这里 我感觉不到那些我感觉不到凉意 我只感觉这里的磁场非常的沉重 有没有这个感觉 感觉上来的时候比较凉 来到这里完全没有 这边其实是寒 寒气满重 寒气满重 而且我们现在身后都是一些善男性女 在平时来这里拜拜 拜拜那些孤魂野鬼的 我们看一下就在我们身后 而且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 还在这里很贴心的做了一个砖烧金银子的一个铁网 正是他们自己 我们所谓的improvise 他们自己做的 我觉得做善事 这种也算是一种善事功夫 我还听 有什么故事要分享吗 自己的亲身经历 或者自己的听过朋友的 你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来 有啦 其实有啦 嗯 呃 其实我是看到别人的那个影片 嗯 呃 我只是看到它的 呃 有一个灵魂上 它的身 上身 嗯 我不懂为什么 我就看一般而已 不过 不过 你觉得这种鬼上身的东西 是真实的存在吗 我就不知道 应该是有存在 OK 嗯 讲到鬼上身哈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 亲眼看过 我在当警察那段时间 我前后 看过两次 而且是 你没有办法解释的 有其中一次是 当然你从科学角度来讲说 它是啃药 所以他是因为药物的关系 导致他有一点疯狂 一个女生 他非常的瘦小 他才18岁 可是 你不要拿现在的警察 跟我们当时的警察来比哈 是吗 当时 我们六个大男生 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压下来 他力道无穷 因为有些人我真的是很很 就是他们很瘦小 可是他是女生 不过最恐怖的是 他妈说他绝对没有啃药 他妈说他在 开始变成有异状的时候 他从外面捡了一个小小的布娃娃回来 所以她妈认为是那个布娃娃有问题 我也看了那个布娃娃一眼 我感觉不是很对劲 不过当然因为我是穿着制服 我不能说 我帮你处理那个布娃娃 所以 当时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好把他带回去 我们把他带去了医院 医院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就不知道 所以婉婷说 那些 附身这些东西 我们不能否定他 他真的可能是真实存在 不过 我们所谓的鬼上身的定义 是 是 当他会有突如其来的那种 异常的反应 力大无穷 呃 在当警察的时候 我常常会碰到的 男人就看到东西了哈 ok 明白 没有 他在我后面而已 没事 呃 ok 呃 sorry 啊 给我一点点时间 有一点点时间 给我给我一个留言先吧 好好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我们的朋友 就是 Hendry 他讲他以前 中学的时期 他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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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所以我们站在外面 在外面 一直感觉 疯狂 嗯 现在在卡 在卡哈 对 对 哦 ok 这里这里的 这里的 reception 不是很 很理想 所以大家 请 请包涵一下 ok啊 呃 刚才讲到 呃 上升 另外一个 在我当警察的时候 常常会碰到的 也是 泰国人 啊 当然 泰国人我们也有不同的解释 因为泰国人很喜欢酗酒 很喜欢喝酒 他一个人可以顶我们十个警察 不过更多的时候 一些泰国人 他们都在身上会带某些 东西 带一些 比较灵异的一些东西 ok 所以当 他喝醉了 自然而然 那个灵异东西会 出来 出来 就是 就是 他的身体会 暂时给另外一个 灵体 用 对 所以 其实你想想 他也是有道理的 这些所谓的灵异的东西 其实是要保护 他的主人 所以当他的主人 已经是 那种 醉倒了修科的状态 他当然会 take over 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 不过 当然他们的 动作他们的反应是 非自然的 因为 我们曾经看过 在 我当警察的时候 我们曾经看过 一个泰国人 他竟然可以爬树 可能他是爬树高手 他一口气 因为我们在追他 他爬上 大概五六米高的一棵大树 而且不用 不用出一位之力 一只手 他都可以抓住树干 所以我们就觉得 一定有东西在他身上 就是 大树里面那个东西是 帮他 帮他 逃 逃离 警察的 所以 很多时候 所谓的鬼上身 他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当然也有厉鬼上身 不过厉鬼这种是 真的是很不幸 才会碰到 不过更多时候是 我觉得尤其是泰国人 或者是 东南亚一带的 当所谓的鬼上身的时候 更多时候是他们 自己养的 OK 不是在外面碰到那些 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 男者 有故事要分享吗 你说你 我其实有好几个了 可以分享 来 我在去年 在去年七月的时候 因为我都有在 我都有在那些 我都有 在做节目 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其实在网上 我在网上 就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就是听了 就是通过 就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人 就是通过 Apps 在做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做灵异节目 我就做灵异节目 然后我 我做的时间就很特别 我们时间是从12点到2点 因为是两个小时 所以我第一次做的时候 其实那时就是 我记得那时是 正月7月15 我农历15 然后就 晚上12点到2点的时间 然后那时我就 我就安排了 一系列的节目 就是我们会请朋友上来 就是来讲 讲一些灵异的故事 然后这时候呢 我为了制造那个效果呢 我就在我的节目里面 播了心经 我播了两个 我播了大悲咒 我又播了心经 后来在 当然怀有很多效果 就是那些鬼怪的效果 当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 到了集市 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我其实是没有听到任何的 任何的声音 不过 很多听众过后 他们直接message我 跟我反应说 他们其实在里面听到 有很多小孩子在哭 嗯 有小孩子的哭声 有女儿的哭声 嗯 我自己没有听到 可是后来 后来到了 到了 那是节目结束了之后啊 那我其实我起初 我也没有去相信这个东西 可是我发现 当我的朋友 好几个朋友 他们message我的时候 其实也超过五个message我 都问我说 其实我的音响里面 没有婴儿的哭声 其实是没有的 嗯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本身有感觉到 然后呢 实际上很多人跟我们讲说 不应该播 不应该在空中播心惊跟大悲众 因为尤其是凌晨的时候 嗯 这是第一啊 第二呢 在 在同 在 也是一样 在 在 隔了三个月 我们也在办到一场灵异节目 那时候是在Amokyo的一个 Industrial Park里面 嗯 在那边办一个灵异节目 嗯 一样就是通过空 那个就是通过 空间 嗯 然后就是把那个 就请人家来分享灵异故事 嗯 那时候我们办的也是在凌晨12点到2点 嗯 到了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带几个人上去 他的停车场很特别哦 他的停 他有总共有 五 六层楼的停车场 那我们去到第五层的时候呢 其实我朋友的办公室是在第五层 到了最后一拍的时候 我们就几个人 因为我一个朋友他是可以感受到 他可以看到 嗯 我们就 我们就好几 我们就三个人 就一起去那个停车场 就拿着摄像机 就像现在这样 嗯 去让大家感受到 感受一下 可是我朋友就跟我 我朋友其实当我们要搭出去那个停车场 他不敢搭出去 因为他说 他真的是感受到整个停车场 阿摩哥你到时候怕的 整个停车场 都是 有朋友在那边 好 而且他可以看到 很多只都在车里面 其实 Nigel的这个故事 是有解说的 其实很简单 呃 甚至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靠过来了 因为我的身体是会跟他们的出现 呃 会会应的 就是我我可以直接马上感应到他们的出现 呃 其实我们说穿了 当我们讲到灵异的时候 他离不开呃 视频 他也离不开摄影机 因为 听说啦 我不我我我只能听说 呃 他们非常喜欢看节目 所以每当有机会可以看现场的节目 或者是人家录制节目的时候 他们都会很好奇的要靠过来 尤其是当我们在讲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他们更会靠过来 我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在电台 呃我在呃 MediaHub的电台 曾经做过一次的那个 其实我做了蛮蛮蛮蛮长的一段时间 就有那么一次 我们在做到一半的时候 我忘了我是讲什么故事 就有人一直在 因为我们当时有五个人 我们都听到有人在抓 就是用手指甲在刮那个桌面的声音 而且抓了好几次 而且当时的其中一个女DJ 她已经愣住了 她已经感觉有一点不对劲了 接下来的 竟然有一个女人的哭声 而且非常的明显 假如你们知道我在讲哪一个电台 你们不妨回去再重听一下 不过是很久以前的 呃 当然我们是觉得说可能是不小心录到了某个声音啦 不过我们都很清楚 那些声音其实不属于那天晚上 怎么会跑进我们的直播 还有我们的录音我就不知道了 而且我也常常讲 呃 尤其是刚才Naija说大贝咒啊 心经这些 呃 为什么很多灵异朋友 灵异好兄弟好姐妹 他们会非常喜欢 呃 靠过去那个庙 或者我常常说 假如你们要买房子 有地方产的话 尽量不要买靠近庙的原因 是因为 庙常常会念心经 会有一些 呃 法会这些 所以这些 所谓的好朋友 他们不能进到庙 寺庙里面去 他只能留在庙的外面 而 就那么巧 你就住在庙的外面 所以他只能在你的家逗留 希望说 真的有办法 听到一些 好的心经 得到解脱 他其实他们的出发点 都是非常的 我所谓的正能量的 只是我们活人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觉得怕 所以你去看啊 无独有偶 你去看 每个在庙旁边 庙旁边的 呃 庙旁边的那个房子啊 要嘛 他就是一个store room 就是人家拿来做储藏 储藏用的 或者是 就没有人住 嗯 好奇怪 有车上来了吗 没有 嗯 嗯 嗯 我感觉到磁场了 这里的磁场很不一样 今天的磁场 你感觉吗 嗯 嗯 那你觉得可能是 呃 那个 身体的那个磁场 比较 比较灵光一点点 我其实我在两个礼拜 我去了一个 林处冈 那时 那时候我不懂 你们懂不懂 有一个新加坡蛮风动的 就是一个男的 他杀了他的女朋友 然后在那个地方 烧他尸体 在林处冈 林处冈 两个礼拜前 我就跑去这个地方 嗯 我进去里面 很 很 白天哦 可是感觉就是 你会 他们真的很多很多东西存在 怨气很重 很重 而且是荒废 它是一个荒废的一个 一定是养牛 养牛的地方 嗯 那地方真的很怕 真的 有 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分享吗 我是你有经历体验过 不过呢 可是我听 因为我以前我是在医院做过工 所以 因为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所以以前我是在医院做过工 我们在马来西亚 可是哪一间我就不要讲了 嗯 可是 就是听说过 这个小孩子 这个 小孩 他是蛮 低的 然后他就 不懂什么事情 他就是要 换血 然后 那些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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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他 挫了一包血 就导致他死掉 然后他的那个烟魂就在那边 每次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他就会有 就会有那个 这个 那个女孩子就会在 那个 那个 那边走来走去 可是他就是不会害人啊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他会 种出来 容易再走回去 就是 我觉得很 我不懂他是 要 revention还是 他真的是要找人家求救 是不是 还是在一个 customer 在我们身后的这间医院 曾经有一位 护士长 在 因为这个医院也只是在 十 二十年前 刚刚搬 二十多年前 刚搬去那个 四美那边 所以 在那之前 他还是有在用的 还是有在用的 所以 当时 当时 这个护士长有在 一个 应该是一个 一个 曾经分享过他这个故事 他说 他说 他 sorry啊 他说 他们在这个 旧张医院里面 有一个 所谓的 档案 档案 放档案的房间 其实这些档案 都是非常 旧的 很多档案 都是那些已经过世的人的档案 不过全部是 储藏在那边 时不时有一些 医生就会要求说 去取出一些旧的档案 要做一个 reference 要做一个 对比 所以那一天 那一天 这个护士长 就进到了这个 所谓的房间 其实这房间是没有冷气 也没有空调的 就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房间 他感觉到很冷 他不是感觉到很冷 他进到里面 他就感觉有一点 阴风阵阵 不是冷 就是阴 很像有东西吹过他的脸这样 对 不过 让他觉得毛口悚然的是 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在他耳边 有人跟他讲 很冷 我很冷 就是 一直在他耳边 一直想起 我很冷 哇 他左看右看 不过 他确定 因为那个房间 只有他进去 因为要钥匙的 只有他开门进去 里面绝对不可能有其他的人 那 那个所谓的我好冷 是从哪里来的 而且就是在耳边 不过 我觉得 这种灵异朋友 当他们要对我们发声的时候 我觉得他真的是用尽了喝奶的力气 因为 基本上 灵异朋友是没有办法跟我们发声的 所以他们 通常都要通过不同的仪器 不同的 很像 我常常会讲 吊弹珠 或者鬼敲 鬼打墙 这种 敲那个墙壁 他就是 其实不是说 为了要吓我们 而是要再告诉我们 我就在你旁边 你帮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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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广告 因为 我这个礼拜五的 YouTube 就是 讲关于灵异的声音 所以 假如你们想要听一下 什么是鬼电话 鬼为什么会打电话 你看我这一集的 这礼拜五的阿浩见鬼 就会知道 所以 有些时候 当我们听到某些声音的时候 你真的要停下来 仔细的再听一下 假如你真的有办法帮他们的话 很像我们后面的这些 善男性女 每次 几乎每个礼拜都想来帮 做一些功德 我觉得真的是功德无量 好 还有吗 有什么故事 讲到电话的 我自己本职的时候讲 怎么样 我那时是 那时是我记得 我在中四 中 我没有 我在中学的时候 那时 那时 小学要拿成绩单的时候 那时 那时其实是 半夜的时间 半夜的时候 本来就 我跟我朋友 约了隔天 我们要一起去拿成绩单 后来我就 当天我就没有 我就很晚睡 我就没有在中学 然后刚好 然后我父母就不在家 我弟弟呢 本身就在房间里睡觉 我走三方式 然后 我叫我朋友 原来约了我朋友 11点打给我 跟我愿意愿明天的时间 我们一起可以 回去学校去拿成绩单 可是到了凌晨1点 我朋友没有打给我 我去打给他 我说你干嘛 你干嘛没有打给我 不会讲好11点 要打给我 他说有啊 我打来 他说有一个老人 说你已经睡着了 不可能啊 我家里只有我跟我朋友 因为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家都有祭拜他的 对 然后呢 他说你家有一个老人家 说你已经睡着了 我说好 我说可能你打错电话 没关系 那我们讲了一些东西 然后说我跟他讲说 等一下多一下你再 call 我们再开他 到底明天我们要几点 可是隔了一个小时 他还没打给我 我就打给他 我说干嘛 干嘛你没有打给我 他说有吗 有一个老人家 说你跟你弟弟都在里面睡着 后来我听了这个东西 之后我就跟他讲说 算了 我们就直接约了 然后干了电话去睡觉 所以可能真的是家里的长辈 帮你们接电话吗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可能就是靠我们 就是不要让我们太晚睡 也不要让你们这么晚跑出去 对对对 所以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解释 你讲到电话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 我感觉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 它发生在美国的一对情侣身上 他们两个 这一对情侣 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可是那个女生很不幸的 她遇到了一场车祸 就离世了 然后那个男生就一直没有办法释怀 因为都恋爱了那么久 都要结婚了 那说走就走 而且她非常后悔 当天她没有去载她的女朋友 她觉得假如说那一天 她去带她的女朋友的话 她的女朋友就不会发生意外 当她女朋友过世大概快十个月 或者十一个月的时候 怪事就开始发生了 因为她还是保留她的女朋友的Facebook的账号 所以基本上她是有办法在她的女朋友的账号 再发一些短讯啊 还是做一些update的 不过只有她还有她的女朋友的妈妈 有那个assess 怪事就来了 突然之间 这男生就收到了她的女朋友发给她的短讯 Facebook短讯 而且这些短讯啊 不是新的短讯 而是她之前之前发过的一些短讯 她就是解出一些之前发过的再重发给她 而且是很语无伦次的 有些时候说你在哪里 有些时候跟她讲我很冷 有些时候是完全是牛头不对麻醉的一些问扣啊 或者是一些messages 然后这男生当然很生气 她觉得是有骇客已经进入了她的女朋友的账号 所以她就一直想要把这个人揪出来 直到她去找了Facebook那边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告诉她 这些短讯 这些解出来的短讯 是从她自己的家或者是她女朋友妈的家发出来的 所以到底是谁再重新发过那些短讯 是不是因为她女朋友还没有办法安息 或者她女朋友觉得你应该是时候放下了 所以才要做最后的一些道别 不过假如说你收到已经过世的一些人的短讯 或者是Facebook message的话 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 我会觉得很恐怖 如果你是自己的亲人的话就不会打 我会了 我还是会了 我还是会了 你可以想象 突然之间有一天有人打给你 是你阿嬷家打来的吧 阿嬷已经不在了 阿嬷已经不在了 对阿 阿嬷跟你讲 你好阿嬷 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不能接受 因为阿嬷已经走了 应该就走了 不应该 不应该 所以我 虽然我尊敬他们 不过 假如是 在我自己的亲人身上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对 Mr.X 有东西 你讲这个故事 因为我想到以前我一个朋友 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的朋友他是做 呃 当尸体化 化妆 化妆的 所以他们以前啊 他们 呃 他们通常会有一个 呃 一个 Faneral House 他们要Base在那个Faneral House 所以有时候他们要 呃 在那边过夜 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突然间 Emergency 的话 有人突然间过世 他就需要你的服务来 As soon as possible So What happened 我的这个Fan 他有一次他就在 呃 他的Night Duty 的时候 他就睡觉 睡觉的时候后来他就 呃 听到电话响 他就去接那个电话 他电话拿起来的时候 他是听到有一个 呃 所以有一个老太太的声音 一个老老老婆婆的声音 跟他说 谢谢 但是 他后面有很多杂音的就是 嗯 所以他就 呃 就习惯时候会有人这么晚 打来的 他就check了那个电话 因为他有那个record的嘛 那个电话是 呃 什么人打来的 他就去 啊 找了这个 这个number 其实这个number他 找 Telecom Company 他们是说 这个number是一个 啊 number not in use的 所以他就去想 会不会是 他这个星期啊 有没有来 帮忙过一个 阿婆化妆 什么 然后他就 刚好他的next day 就是有 他上个星期有一个 family 他帮忙 他的外婆过世 化妆了 然后刚好 他们next day 是来要还钱 来帮忙 那个afternary 还钱 所以他当时他就觉得 可能是这个外婆 打来跟他说谢谢 所以他就问那个 那个家人 他们这个号码 是不是 阿婆的 你们的号码 所以他们 结果他的那个女儿 就说这个号码 其实是我 妈妈以前的 旧家的电话号码 他们什么他们已经 不住在那里 那个家已经 卖掉给别人了 因为其实很多 灵异朋友 他们的 记忆 他们的影像 还是保留在最早期的 还是保留在最早期 最原始的那种 那种状态 我讲 Mr.X讲到说打电话 我就 其实这个故事 发生在新加坡 这人跟打电话 跟肚子饿 是有关系的 就有一家人 他就有一点不厌其烦 因为几乎每天晚上 大概两点多 有人会敲他们的门 不过敲他们的门的是 grab service grab delivery 而且会买很多食物 不过 奇怪的是 奇怪的是 一 钱没有还的 还没有还钱的 就是 cash and delivery 第二 不是他们叫的 他们也没有任何记录 说是他们叫的 不过 的确 那个 那个 delivery的address 就是他们的房子 而且 就有那么一次 头一两次 他们都不要接受 因为不是他们订的 到了第三次 刚刚好 这家的主人 男主人 他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他就说好了算了 反正都来了 他还了钱 他就把整包食物 就放在厨房的桌面上 他就走去他的房间 要拿一些东西 当他走回厨房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非常瘦弱的 一个黑色影子 因为厨房的灯没有开 厨房的灯很 你懂在一个很暗的那个环境 当你可以看到多一个黑影的时候 他其实是蛮空 他就看到那个很瘦弱的那个黑影 在那边很像打开那些食物 感觉是要吃 他把灯打开的时候 那个黑影就不见了 当天 他就发麻了 因为他觉得 这个事件 不是纯粹的 恶作剧 然后 他终于发现 到底是谁 叫了这些grab service 就在他家里的隔几间 有一个老人 在不久前过世了 过世的原因 其实是 他不小心摔倒了 而且他是独居老人 他摔倒了 而且没有办法求救 他是活活被饿死的 他是活活被饿死 为什么这位老人家的灵魂 会找到他们就不得而知 可能他们有一些缘分在吧 不过 当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做对了一件事 他联络上这老人的一些 可能 那些extended family 他们去做了一个小小的仪式给他 因为 他们觉得说这位老人 甚至过世了 还是处于一个非常饥饿的一种状态 所以 有些时候 错的grab service 可能真的是 某些人在帮我们教 我觉得 我们应该要接收还是不要接收 接收咯 如果太多 太多了就不要了 可能太多就是被人家 而出去 被人家而出去 太多是怎么多吧 他是不是有那个 那些大笼 哦 那个大笼 对 一只二十多个 delivery 在那个人家里 哦 是二周杰 其实你们 有没有人来过这边 你们三个 没有进去过 没有 没有 其实 很可惜啦 这里已经不能再进去了 其实这里的整个 时长和氛围 甚至在白天的时候 它就是不一样 它就给你感觉有一点 有几句话可以形容 因风争争 死气沉沉 而且 这两个 感觉上是对立的嘛 因风争争应该是 冷嘛 可是为什么又是死气沉沉 因为在某些房间里面 你一走进去 你是感觉到压迫感 压迫感的原因很简单 可能里面沾满了人 对 沾满了他们 所以你进去的时候 其实 我跟观众朋友分享这个 这对你很有用的 你不管是在新加坡也好 在外国也好 假如你走进一部电梯 电梯应该没有事的 不过当你走进一部电梯 你感觉非常压迫的时候 请你不要搭这台电梯 因为里面已经满了 里面满的不是我们 而是他们 所以你要吗 你就等下一步电梯 或者你假如可以的话 就爬楼梯 真的 这是 很 这是为了保障你自己的 个人安全 我一直想到 我一直想到 有一次 我有一个朋友在做护士 他就好像有一次就是 他好像要拿一些 就像阿浩刚来说那些文件 可是他的那 他在的那间医院的文件 其实是在 也是在啊 他的basement 就是在他的 通常basement就是 他们放那个尸体的嘛 所以有一次他就 他的senior可能叫他下去 拿一些东西 他就按了那个电梯 结果 那个电梯怎么按啊 他按那个B2 怎样按着他 那个电梯就是不要关 就是不要下 结果他就 他就赶时间了 所以他就出来 所以他就看那个电梯就关了 他就搭另外一个电梯下去 所以他搭另外一个电梯下去以后 很顺的 到了下面后 他出来 他就 看一下 为什么刚才那个电梯 是不是有人要 到二桌去还是什么 他就看 结果那个电梯 也是来了跟他同一层 跟他同一层 只是吃他一秒了 出来 结果他 那个电梯出来的是 两个人 在推出一个大体 刚好 他们要放那个 也是跟他同 就是可能 如果他刚才搭那个电梯的话 他就会跟那个大体一起 坐那个电梯 可能 有可能 因为那个大体 不想跟他 有可能 有可能 你们懂什么是大体 大体就是 一种比较尊敬的叫法 就是过世的人的 遗体的比较尊敬的叫法 在 刚才南俊有 有东西要分享对吗 刚才你们讲说压迫感 压迫感吗 压迫感 我曾经有去过厕所 就那些比较旧的shopping center 然后你就在厕所很大的时候 你在那边 因为那里子就是很多cubicle 我们在那边小的时候 你感觉到真的很多人 在看你在小编的时候 你们会想吗 如果在这种情况底下 想好 尿急一定要小 才出来 对其实有两次 我遇到这种状况 这种 所以所谓的刚刚好讲的 那个压迫感的感觉 真的是 其实现在我都有感觉 那个感觉 你会觉得后面 会有 似乎就有人在看着你就对了 而且是寒的那种 对 所以 其实现在这种感觉就是 我上厕所 然后你感觉到整个空间的能量很 很 很 阴沉 对 这种感觉 会有 其实 其实我们讲到 我们的身体的自然反应 它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防线 假如说你的体质比较不一样的时候 当你有东西靠过来的时候 当你开始起鸡皮疙瘩的时候 它就是告诉你危机来了 危险来了 所以你要 你要真的要去注意你身体给你的讯息 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们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我们的第三支演员也好 或者我们的皮肤也好 它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些防御能力来的 所以假如说 不管你们是什么宗教 假如你们去多修的话 你们有办法提升你们这些 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些能力 不管是所谓的第三支演 或者是我们的皮肤的防御能力 你真的 你假如可以把你的心 有些时候放空一下 放慢 你真的有办法接收到外面的一些讯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在这里 我们就是一直在接收不同的外界发来的一些讯息 你感觉到压迫感也好 阴风阵阵也好 或者你突然之间 感觉后面有人吹了一口气 这些都是他们向我们发声 或者向我们给我们的一些讯息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的现代人都死肉 我讲洗把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感应到他们 也是可能也是好事 因为很多人也不想要去碰到他们 所以不管有些时候你死肉的话 反正更好 对吧 讲到大体在当警察的时候 我觉得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时候 不是这间医院 而是在中央医院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非常 我是一个新手 我看到 我看到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我们的警察的那个 一个police point 他就在那个急诊室那边 A&E那边 所以我们每一次去的时候 我们都会需要进到A&E 这时候大概是凌晨 大概两点多三点 我从 我从那个所谓的警察的那个point 要走去厕所的时候 我就看厕所那边就有一个人摇摇晃晃的走出来 而且感觉是非常的疲惫的 我没有真的看到他的轮廓 因为他是摇摇白白的 他就很快速的他就走了 之后啊 恐怖的是啊 救护车来了 推出来的那个人 就是我刚才看到的 不过奇怪的是 他都还没有来到这里啊 你懂吗 那个 sequence是不对的 你要吗 你就给我先看到他的大体 再给我看到他 不过现在我是先看到他 才看到他的大体 所以我没有办法解释 诶 是 是真的吗 还是我自己眼花 或者我看到的他跟那个大体 其实是不同的 不过我很确定 我看到的他们两个都是同样的一个脸 所以 很多时候是 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尤其是医院啊 这些地方 他就累积了非常多的负能量 哭 有人哭 有人死 有人伤心 有人悲哀 他累积 常年累月累积下来的负能量 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老人家 老一辈的人说 假如没有事啊 不要去医院 或者跟你讲说 你的朋友进医院也尽量不要去看他们 老人家常常都会这样讲 是有原因的 因为有些时候 假如当我们的自己的身体的那个磁场 或者身体的那个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们去到医院 我们就会发生某些事情 不是 不一定是会撞鬼 可是就可能会发生某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还是要听老一辈的人讲 也要听阿浩讲的 好 还有什么故事可以来分享吗 线上有什么观众想要跟我们分享故事吗 下个礼拜 我们还没有定我们要去的地方 因为Mr.X叫我去的地方 我是去过啦 不过 我怕 我下个礼拜的三位观众会下个半死 因为那个地方比这个地方还要猛上十倍 而且我最担心的是 我们去到那边我们会迷路 所以 哪里哪里哪里 哪里哪里 阿浩还要去啊 我还是要去 OK 我们本来 还没有做决定啦 我们本来是想要去 Istana Utna 对 你刚刚讲的 其实我 你刚刚跟我讲的 嗯 我上一次有去过那边拍摄 然后我也去到那边不小心带了一个小朋友回家 嗯 嗯 那个就是 我不懂 你们有听到我分享吗 就是 你带他回家了 他就在了 那个床边 不过最糟的是 从那时候开始的整整一个月哈 到了凌晨十二点起 我就会肚子饿 而且我会吃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是我自己 你开口问他要不要我帮忙 他没有回答我 可是 他来就 他跟住你 他跟住我啦 他跟住你 所以 后来怎么怎么怎么 一个月后 他吃饱了 他就走了 他就吃饱就走了 对对对 他讲他吃饱了 然后他就走了 就走了 就走了 我就没有再感觉十二点肚子 不过最扯的是 我吃了很多东西 我早上七点我还是感觉非常饿 感觉我完全没有吃到任何东西 而且 而且会感觉很累 因为你在帮他吃 当然有人讲说 哎 阿浩讲大话啦 吹牛 不过 假如你们自己真的亲身体验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我在吹牛 嗯 而且 而且这个感觉 我不觉得这个感觉是很恐怖 可是这个感觉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说 他就发生 他真的就发生 而且 就在那天晚上 四点四十四分 我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在我床屋边 嗯 我每次讲这个我就会给我妈妈 他说好带不带这些东西回家 嗯 好 还有什么故事吗 满听 没有 没有啊 June 没有 没有啊 只是很excited 就是可以 来到这个地方 好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你们现在的感受吧 你们觉得这里有吗 自己讲 自己讲 太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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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来应该是要再往下走一点 你的往下 哦 里面啊 我觉得在那边比较 里面是很猛啦 不过 因为我不 我不是怕灵异朋友 我是怕我们被警察捉 嗯 因为里面现在有CCDP 所以假如我们 我们坐在那个门口的话 对对对 不到十分钟 警察就会来 所以我们就选择在 其实这里哦 从风水学来讲 是一个非常硬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它是十字路口 它是十字路 我们就坐在十字路口中间 啊 我们现在就坐在十字路口中间 其实不应该啦 但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亮啦 所以 对 漂亮 嗯 感觉 感觉哦 嗯 其实刚才你讲的 刚才阿浩在讲故事的时候 我是感觉到 我是感觉到 寒气很重 我头很痛 头很痛啊 然后我差点要哭出来 我感觉到我的眼泪都一直打转化 我刚才有一度我是感觉到 嗯 讲到 其实讲到灵异朋友 我 需要帮他们 对 我不能代表他们 因为我毕竟害我们的生活 我只能说 我们每次碰到的 我们每次遇到的 或者我们每次从别人中 啊 平来的 都是他们是痛苦的 他们都是痛苦的 他们都是 就是 就是来搞破坏的 可是 我们有没有试想想 他们其实 也是 曾经也是活人 不过因为某些原因 他们离世了 而且 而且很多时候他们是抱着很多怨念 而不愿意离开 所以其实 基本上他们都是非常的辛苦的 所以 有些时候 当我们真的不小心碰到他们的时候 可以不可以用比较宽容的心 来看着他们 当然 还是会怕 我不能说我们不怕 对 可是我们用比较宽容的心 来 往后退一步 说 我们就是跟你们一起共存 我们跟你们一起共存 呃 然后 然后 就 希望他们可以真的得到解脱 好 今天 我觉得 反正我们都来到了这里了 好 假如我们不走进去 也很对不起观众朋友 好不好 我们一起就 走进去 给 也给我们的这几个嘉宾 看他们有没有感觉 有一些不对劲 因为现在已经是 11点54分了 我们就在12点 啊 而且 EMF 已经是 你拿 Mr.X你拿 EMF已经是开始 很猛了 嗯 好不好 小心小心 好 好 好 现在啊 现在 我们就是往 那个 呃 张仪的后门 走 这 甚至以前啊 这后门也不是很 时常有人会用的 而且 当我 开始走的时候 我已经 身体已经开始发麻了 而且 已经有鸡皮疙瘩 这代表说 他们就在 在附近了 不过我每次讲的 他们出现在这个地方是必然的 我们不应该是在这里 所以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那个张仪 旧张仪医院的后门 而且 当我们看着他的时候 哦 有没有办法找到那些 房子 什么灯 什么灯 在哪里 那个 他的闪射吧应该 那一个 应该是他的闪射 哦 哦 最好不要进去 啊 也不要 没问题 跑进去啊 就是你有钱 还你的担保 也不要进去 被人家抓去 OK 所以 今天啊 我们就很开心 很开心啊 我们有这几位嘉宾 所以啊 删一下 很像犯人这样 哦 今天 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 算是一个结尾吧 现在几点了 五十 五十七分啊 可以啦 就不用跟我计较这几分钟了 我会再尝试不同的地方 我也相信我以后 真的会常叫 Nigel June还有婉婷 上更多我们的 甚至是studio里面的一些节目 而且 再过不久 我有几个节目 要 呈现给大家 我真的希望 我在我的Facebook 有讲过 我现在在安排一些节目 希望 全部budget可以 approve 然后可以跟大家见面 啊 喜欢灵异朋友的观众 呃 请你们再继续支持我 会让大家看更多 不一样的一些灵异的 啊 视频 啊 好吧 哇 就这样 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有什么final words 什么final words 有什么要跟我们观众讲的吗 没有 我听到里面有声音叫什么 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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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已经有东西了 有吗 没有 是我的声音的echo 不知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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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这样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大家晚安 good night 也谢谢我们三位嘉宾 谢谢 拜拜 好了 可以了 谢谢 谢谢